口气看完开古元勋叶剑英元帅长达89年个人历史 1897年叶剑英诞生于广东省眉先叶阳宝 家境平凡 父母是勤勉老实的劳动者 七岁时叶剑英便开始在私塾学习 后来又进入了三宝学堂 在广东眉先一些留学归来的学子们 致力于半刊 推动教育 传播着民主思想 同时对国内陈旧的封建势力进行批判 这一系列活动对年少的叶剑英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2年叶剑英进入梅县物本中学就读 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 毅然投身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 他怀抱宏伟的志向 努力攻读书籍 强身健体 为将来为国为民做出贡献 进行了充分准备 中学毕业后 叶剑英随父亲赴南洋谋生 然而在马来西亚 他们屡遭富人的轻视 这种经历更加激发了叶剑英报国的决心 1919年 云南都军唐继瑶 为加强自己的部队 派遣使者到南洋招募华侨子弟 加入云南讲武堂学习 为摆脱资本家的歧视 叶剑英毅然回国 踏上了讲武堂的求学之路 在讲武堂求学期间 叶剑英不仅对新知识充满了兴趣 还注重武艺的训练 他深信 军人除了要有学识外 还必须精通武技 当时讲武堂有一位日本教官 精通批刀技术 自视甚高 叶剑英对此感到愤慨 因此刻苦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批刀技艺 并邀请日本教官进行比武 在激烈的较量中 叶剑英最终战胜了日本教官 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 他毅然追随 怀有崇敬之情的孙中山 1921年 中华民国政府刚一成立 叶剑英就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被委认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1922年6月16日 陈炯明发动叹变 对总统鼓发起进攻 叶剑英率领部队紧急行动 保护孙中山夫妇 顺利脱离险境 1924年 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 再度崛起 为了整顿军队 他在广州筹办了黄埔军项 而叶剑英则受命负责招生 和选拔教员等任务 在打击陈炯明的战斗中 叶剑英担任粤军第20参谋长 率领的部队是最为坚定的队伍之一 随着北伐战争爆发 叶剑英成为革命军第一军 总预备队的参谋长 后来蒋介石委任他担任 新编第20师师长 在资产阶及民主革命的队伍中 叶剑英的职业生涯顺利无足 短短6年的时间里 他由一个刚刚走出讲武堂的学生 晋升为师长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策动了反革命政变 导致整个革命形势急剧变化 右派势力极其猖獗 在这个关键历史时刻 备受蒋介石器重的叶剑英 面临了重大抉择 如果他选择跟随蒋介石 则能高官进决 而如果他反对蒋介石 则面临右派的追杀 在革命和反动的两难选择中 叶剑英毫不计较个人私利 坚定地选择了反对蒋介石的道路 他还公开发表电文 表达对蒋的反感 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 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 只图个革命 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 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 他自己当反革命 是自己找打的 在反动势力对共产党人挥舞屠刀 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际 弥漫着血腥气息 叶剑英再次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请求 1927年7月上旬 党组织正式批准叶剑英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议员 我是1924年提出要求入党的 没有被批准 那时我在蒋介石手下的教导团当团长 有人说是蒋介石的迪系部队的团长 这没有说错 从1927年就反对蒋介石 经过这个考验决心就定了 所以1927年的7月正式参加了党 当时也不是对共产主义完全理解了 只觉得国民党不行 享乐腐化必然失败 共产党朝气蓬勃 必然要胜利 大革命失败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 没有掌握军队的武装力量 所以党中央做出了决定 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势力 处于当时形势 叶剑英入党的消息并没有透露 继续留在了张发奎的部队 以便发挥特殊的作用 当时反东势力积极活跃 试图全方位地打击共产党人 当汪精卫策划铲除叶挺和贺龙 并包围歼灭他们的军队时 叶剑英得知消息后 及时通知了叶挺和贺龙 确保了这两支部队能够参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后 部队向广东、福建撤退的时候 张发奎率领着军队紧追不舍 当时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参谋长 他的共产党身份尚未被暴露 叶剑英机智地说服了张发奎 让他放弃对起义军的追角 从而使这支新生的革命军 避免了父辈受敌的命运 1927年9月 叶剑英积极响应党的召唤 前赴广州准备武装起义 在这时 他遵循我党八级会议的指示 离开了国民党的队伍 正悄悄地组织起义的力量 不久后 张发奎率领军队进驻广州 尽管已经知悉了叶剑英的真实身份 仍然对他表示信任 并委任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为了以合法身份推动起义 叶剑英接受了这一职责 叶剑英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 保护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 积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他趁着张发奎 想要强化广州防务的机会 成功地促成了 扩边警卫团的计划 通过让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团长 他组织了一批共产党员 作为军官 并吸收了参与省港大罢工的 数百名工人 组建成一个营 1927年12月11日清晨 叶剑英 张泰雷等人 组织了广州的暴动 其部队攻占了广州公安局 尽管在广州城内 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战斗 由于反革命势力实在太强大 数日后起义失败 部分起义军撤离广州 转移到海陆峰地区 而叶剑英则悄悄地潜入香港 为了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 吸取革命的经验 他踏上了寻求 苏联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征途 1930年下半年 叶剑英从苏联回国 寿命前往中央苏区开展工作 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协助指挥 并成功赢得了第二 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 在这次合作中 确立了他对毛泽东的尊重和信念 到1931年底 叶剑英已任中央军市委员会委员 兼总参谋部部长 在他的领导下 红军总参谋部建立了 作战 交通 动员 侦察等机构 然而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推行 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 出任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 在长征途中 叶剑英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在广西境内遭遇敌机扫射 他身骨重伤 大一被打得不满弹口 但他顶着伤痛 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 1935年1月 党中央在尊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叶剑英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5年6月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在川西北茂湖地区成功会合 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将主力集中北上 创建川山干革命根据地 然而 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 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并企图危害党中央 为了制止张国焘的阴谋 中央决定采取组织手段 将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设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由徐向前接任总指挥 陈昌昊任政委 叶剑英任参谋长 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 始终保持对红四军同志的团结 1935年9月8日 张国焘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 准备南下 毛泽东 周恩来等联名致点张国焘 详细说明南下的危害 敦促他北上 然而张国焘不仅不从 反而命令陈昌昊率入南下 电报送到叶剑英手中时 洞悉了张国焘的阴谋 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党中央在巴西地区召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 主力北上 终于成功脱离险境 在这危机关头 叶剑英保护了党中央 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 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 1936年 红军抵达陕北后 面对东北军和西北军 奉蒋介石之命 对其实施围剿 与此同时 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境 为促成形成团结抗运的局面 党中央派遣叶剑英 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他深入两军接触的前线 通过多方接触和积极宣传 成功使东北军十七路军 与红军划一位 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 叶剑英与周恩来 一同前往西安进行谈判 在党和会上 他发表了 对日作战与摩擦问题的讲话 无情地揭露了 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消极 反共积极的危险行径 对顽固派的反共言论 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击 董碧武形容叶剑英的发言为 蛇战群儒 1937年7月7日 如沟小事变爆发 党中央紧急发电 呼吁全国人民 政府和军队紧密团结 共同抵抗日扣的侵略 面对这一紧急局势 蒋介石在巨大的国家压力下 被迫同意进行全面抗战 并邀请朱德 毛泽东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对于蒋介石的态度 聂剑英凭借对其品行的深刻了解 迅速向党中央发电提出了毛主席不必去 朱德去的建议 在中央的批准下 叶剑英随同周恩来 朱德前往南京参与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了有关政略与战略问题的讲话 随着813事变的发生 蒋介石不得不正式宣告全国进入抗战状态 经过多轮谈判 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协议 正式启动国共第二次合作 红军也相应进行改编 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而叶剑英则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参谋长 全面抗战的格局确立后 叶剑英接到命令 担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 他充分利用各种机会 与周恩来等人通力合作 成功解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大批革命同志 为壮大我党的抗日力量 他推动了新四军的建设 以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为骨干 并亲自邀请叶挺担任军长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 随着我军由战略撤退 向战略反攻的转变 我军人员迅速增加 培养干部成为一个突出的难题 1948年夏天 遵循党中央的指示 叶剑英前往石家庄 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 兼任校长和政委 他亲自挑选并调动了教员 面对教员稀缺的情况 他大胆地聘用那些 从敌方转来 具备真实才学 且愿意为党效力的人 作为教官 在战争环境下 教材短缺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叶剑英搜集了一切 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军事教育材料 结合我军实际 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 编写了50多种教材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 华北军政大学 迅速承担了 为解放军输送人才的任务 1948年11月 平津战役爆发 叶剑英授命调任 北平市军管会主任监市长 参与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领导了接管北平各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的繁重工作 北平是一座中外人民的历史文化古城 接管工作进行的如何 直接关系着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伤枉 也影响到其他上代解放城市的接管 我们每个人都要用心自己奸向的责任 随着北平工作逐渐规范 党中央开始着手准备国家建设事宜 这时 叶剑英授命担任新成立的 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南下协调各方面关系 准备解放广东及南海诸岛 从1949年9月底开始 在叶剑英 陈庚等将领的指挥下 解放两广的战役拉开帷幕 10月14日成功解放广州 随后 国军进军广西 肃清了国民党参与势力 和土北武装 陆地基本实现解放后 叶剑英又积极参与 组织指挥了海南岛登陆战役 成功解放海南岛 清除了沿海地区的反动武装 新中国成立后 叶剑英在军事委员会 担任副主席 监察部部长 训练总监部带部长等职务 之后于1958年 成为军事科学院院长 兼政委 他深入探讨战争指导规律 主持制定了人民解放军 一系列条令条例 同时他积极参与 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 会将我军打造成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 正规化革命军队 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叶剑英坚决与林彪 江青反党集团 进行了激烈的对抗 在那极端特殊的环境下 为了捍卫正义 他毫不在乎个人的危险 1976年10月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 叶剑英发挥了关键作用 挽救了国家与危机时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叶剑英接连担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职 1986年10月22日 叶剑英元帅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90岁